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我们的歌唱出青春样 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音乐类型和风格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审美观、价值观和认同感 我们的歌二B组歌手已经敲定了 前辈歌手各个都是资深玩家 而新生歌手的身份却让人怀疑 王源、盖和郑云龙被定为新生歌手 无疑人质疑 然而邓紫棋居然被放在新生歌手榜 这样观众们非常吃惊 邓紫棋在乐坛也算是非常优秀的歌手 而且出道很早 为什么他会在新生歌手这一模块呢 如果邓紫棋和前辈歌手并排的话 那似乎也不合适 毕竟年轻嘛 然而邓紫棋和新生歌手站台一起看着也不顺 毕竟能力不容小觑 而邓紫棋自己就是新生歌手的召集人 能力如何他心知肚明 可是邓紫棋却和李文盲配成功了 这一组的实力太可怕了 似乎冠军已经内定了 这样其他的组合如何应对呢 李文和许人也曾出席过大型的活动 邀约国际演出被誉为亚洲歌后 李文的唱功让人羡慕 而他和邓紫棋早就相识了 而且关系匪浅 盲配过程当中 邓紫棋独特的音色 自然是每个人都能够猜出来了 所以能够和李文盲配成功 也是在心里之中的 毕竟新生歌手比邓紫棋厉害的是寥寥无喜的 而李文和邓紫棋唱功都是非常有力量 高低音无缝的闲间 饶舌唱功说来就来 他们的组合可谓是天下无双 别人只知道盖在酒吧唱歌很厉害 熟不知他很会唱歌 这次他来到中国梦之声 我们的歌第二季的舞台上 目的呢只有一个 就是来追星的 新生歌手齐聚 盖就说自己是为了陈小春而来 风险非常大 但是却非常的真诚 盖难道不曾想过陈小春和其他歌手配的成功 自己和另外的前辈歌手组合陷入到种境呢 然而男子汉天不怕地不怕的 他就是要让新生歌手不敢跟陈小春配对 只是盖还是被孙男骗到了舞台 和孙男一起合唱了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这是一首老歌 然而感情却非常的丰富 看得出来观众已经吓得是寒毛都竖起来了 这两个声音合在一起已经是完美了 然而还是没有配的成功 尽管孙男喜欢盖的声音又如何呢 盖只希望和陈小春合策 唱的最好的还是邓紫棋和李文的 Can't have feeling in love 这首歌唱出了长辈的童年 也唱出了孩子的童年 跨越两代人的童年时光 这首歌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倾听他们的声音 心中不明有些伤感 也许是听歌的人 好了吧 所有的歌手当中最喜欢的还是王远 他13岁出道就开始喜欢他 如今他出国留学 还在国内参加综艺节目 本来以为我们会在四年之后相遇 然而他却没有阻断与观众的联系 这样甚好解了观众的相思之苦 王远一首可乐 最是深情让人流连梦返 不过呢 王远在演艺圈是一位优秀的青少年 他主持综艺节目参与公益活动 前辈歌手居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 难道演艺圈的艺人都不看电视的吗 常史磊和陈小春听完王远的表演 他们居然要等下一位歌手唱完之后再做决定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忙着抢人吗 看着王远再次进入到准备史的背影 怎么觉得那么心疼呢 王远明明是最优秀的 为什么却是最可怜的呢 不过陈小春合唱的红头 却让观众起皮皮疙瘩掉了一地 只是王远不会广东话 而陈小春普通话又说的是勉勉强强的 他们两个的组合并不完美 还有一个王远肯定不会选择陈小春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做不仁不义之人 盖就是为了陈小春而来的 他怎么可能做内伤害别人的人呢 而且王远信守承诺 尽管没有答应盖的任何要求 但身为偶像也身为粉丝 他知道追星的心情 盖追星成功除了自己努力争取以外 就是别人的成全了 而王远选择的常识雷老师 他们两个都是唱作人 未来会带来原创歌曲 这让观众特别期待 王远在国外学的也是音乐的创作 他可以在常识雷老师这儿学到很多 虽然看着有点像被迫营业 但是未来如何还是要看他们无何应对 努力终究会有回报的 常识雷老师的声音非常的有感染力 他和郑月龙合唱《橄榄树》 唱过了很多人 包括王远 这是一首非常忧伤的歌 似乎板游子的心声都唱了出来 而常识雷老师非常优秀 王远能够和他合作的话 也算是不忘之行 现在非常地期待B组的第一轮公演了 此外节目进行到现在 我们的歌2AB组盲选配对结束 电视据说还有一位神秘嘉宾X 魏先生 而且邓紫棋也是B组的召集人 不知道会不会参加后边的冠军争夺呢 而且他用林和李健老师作为音乐召集人 如果他们参与竞选 那冠军估计也是十拿九稳了 就现在出现的人员 和已经组的成功的人的综合实力排名 在小妹的心中是这样的 第8名 钟振套和冯提莫 两位这种的组合 小编认为冯提莫可能会拖后腿 这不是小编的一家之言 也是看到了很多网上的评论之后认为的 音乐频道最后 不只是拥有一副好的嗓音 就能够完美地解决的 更是综合实力的体现 作为飞科班的出身的冯提莫 流量话题和知名度都全了 唯一确定就是专业的音乐素养和知识 技巧 网红中KTV水平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第7名 常识磊和王源 小编把王源和常识磊放在第7位 可能会有很多人表示不符 尤其是庞大的王源粉丝 但是在这个舞台之上 综合看位和影响力来说 这对组合还是太年轻了 尤其是常识磊 即使在新生代歌手当中 王源的实力很扛倒 但是常识磊反而有点拉垮了 第6名 赵尔春和盖 赵尔春虽然在B组当中出道的时 是最早的前辈了 但他和张信哲 还有孙男等来相比的话 没有把自己全部都投入到演唱事业 反而古惑仔当中 那个山鸡哥更为响亮 而盖虽然是心中 对这位老前辈信已久 但是组合起来 能够走多远 真的是期待了 第5名 张信哲和太一 这一组小编更担心的是 他们的磨合问题 不担心的是他们的唱功 张信哲独有的情歌影响力 也是极其深远的 主要是看了两期 叹一沉默管言 不太善于表达 所以两个人的合作 能够走多远 冠军还是要看磨合问题 第4名 孙男和郑云龙 用孙男的话来说 他和郑云龙的合作是高音流水 仿佛找到了巨音 孙男的高音独树一致 但是郑云龙的音乐剧方面呢 却造诣不凡 两个人的身上有很大的可能性 小编再次把他们放在了第4位 如果磨合的好的话 能够冲击第3名 如果发挥不好 第4名也是岌岌可危 第3名 荣佐和希琳娜一高 如果说 最具有惊喜和变化的一组小编 最看好的是 荣佐和希琳娜一高的组合 荣佐说 在这个舞台上面 彻底的释放自己 不只是唱歌 说不定和希琳娜一高 来上一点 光芒四射的热力舞蹈 也说不准 而且不知道后边 他会不会有不同的音乐风格的作品 展现出来 第2名 李文和邓子齐 不知道邓子齐作为B组的召集人 会不会参与到冠军的争夺 也不知道最后的X神秘人的出现 会不会让当前的盲选配队发生变化 但就现在的阵容来说 李文和邓子齐的综合实力排名 仅次于谭永玲和李健的组队之后 实力排名第2 那是母用之一的 第1名 李健和谭永玲组合 对于这样的舞台 能够请到谭永玲校长 那当然 绝对是节目组用尽了心血的 且不说谭校长已经70岁高龄 虽然他经常声称自己永远25岁 作为音乐老顽童 资源家务道新生代歌手当中 和李健老师搭档 他也必须是音乐召集人的身份了 否则这就任何冠军不是给他的话 那面子上多过不去呀 我们的歌二 AB组盲选配队结束 按综合实力排名 小兵这样排的 对于这个排名 您心中有什么不一样的选择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哦 出发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